好 請大家揮手是吧 金馬評審團一字排開 曾拿過兩屆金馬影后 和最佳導演的陳聰 擔任評審團主席 評審團包括金馬最佳導演 關景鵬 以及蟬聯兩屆影帝的郭富城 等多位評審出席 郭富城表示 能見證整個金馬獎評審過程 感到相當榮幸 大家這一次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難忘的 一個電影的旅程 反正我覺得這一次 我希望可以做一個有承擔 很公平 很公正 讓大家一起去思考 一起去選出所有的得獎者 金馬獎經過兩階段評選 一共38部片入圍 其中最佳劇情片 查諾或只是唯一入圍的台片 也在本屆共入圍六個獎項 但面對外界傳言 卡諾遭大陸封殺禁波的消息 是否影響卡諾與另外四部片 角逐最佳劇情片 評審團主席陳聰也表示 決選不受政治等任何因素影響 作為評審來說就是就片論片 看哪一部電影打動了我們 跟政治不會有任何對我們會有任何影響 最後投票會選出引主 這其實不是整個過程當中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還是對電影的一種慶祝 對電影的一種肯定 至於先前曾傳出評審主席陳聰 和今年入圍最佳女主角的 巩力有心結 針對記者提問 陳聰否認傳言 首先我跟巩力毫無心結 其實我一路都非常崇拜她 我覺得她是一個 真的是中國演員當中最棒的之一吧 金版獎目前進入最後決選階段 評審們都放下手邊工作 要好好評選美無電影 選出優勝者 而到底講落誰家 22號即將揭曉 中央社記者簡玉琦 威靈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